齊勤無上頂大白閃蓋活目 在這個佛供當中放大光明 照耀征佛弟子 勒令一切起焉都能夠圓滿達成 今天我們再談一下六祖談經 我念一段經文 六祖說 善之事定會猶如何等 猶如燈光 有燈即光 無燈即暗 燈是光之體 光是燈之用 名雖有二 提本同一 此定會法 依附如是 詩勢眾營善之事 一行三昧者 以一切處行住坐卧 長行一執行四夜 靜明夜 執行四道場 執行四淨土 莫行四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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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賦曹 又有其誇 驚人走法相 只一行三昧 只遠長做不動 望不起心 即是一行三昧 做此節者 既同无情 却是长道因缘 那么六祖所讲的 非常的浅白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六祖用解释 这个禅定跟智慧 六祖是这样子讲的 禅定跟智慧是一不是二 就像灯光一样 灯光 有灯才有光 没有灯就不会有光 灯是体 光是作用 所以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体 什么是用 比如我们的身体是体 没有灯就不会有 但是呢 我们吃饭 就是用 就是吃 用手 用碗 用筷子 就是吃饭 这个是作用 身体是身体 作用是作用 但是两个是一样的 就像灯一样 这个光 就是灯的作用 那没有灯 那没有灯呢 就不会有光 光跟灯 是一个东西 六祖是这样子解释 什么是禅定 什么是智慧 两个是合起来的 一个是灯 一个是光 智慧 就是光的作用 禅定 就是灯 就是体 所以是一样 不是二的 这个六祖是这样子解释 这个六祖又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一行三昧 其实一行三昧 就是你时时刻刻 你都是非常的专一的 实在地去修行 你是专一 而且实在地去实施你的修行 这个就是一行三昧 行 住 坐 我 行如空 坐如钟 这个 握如宫 住呢 就像宫一样 握着 就像宫一样 坐着 就像宗一样 着起路来 就像轰一样 住的时候 就像一只松 按照六祖所讲的 这个就是行一执心事业 什么是一执心 静明经 有一本经典叫做静明经 一本经典叫做唯摩吉经 他在里面讲到执心是道场 这个执心非常重要 什么叫做执心呢 用现代话讲起来就是 诚实 两个字 你非常的诚实 做任何事情 你都是诚实的 从来你啊 也不弯曲的 我们人的这个心肠 肠子 人的肠子都是弯曲的 不是直的 如果是直的话 这个早上一下子吃东西下去 蹦 一下子它就出来 肠子如果是直的话 你吃东西进去 它马上就出来了 谢谢 谢谢